未免太沉重了些 现在转个弯 站起来品尝品尝所谓的战争时的美食 可是在战争这种非常时期 能有什么美食呢 说穿了 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是美味 只不过是经过名人的加持 让人呢 可以吃出历史 吃出故事来了 而现在尝尝所谓的战争美食 排出这满满一桌的全鹅大餐 除了品尝之外呢 还得告诉您背后的故事 话说在五代十国时期 吴王杨秦密虽然有超群武艺 却宽人雅信 很得人心 他同育将士是同干共苦 靠上有功将士的时候 他用的是家乡合肥的美酒 跟肉肥未美的家乡大肥鹅 相传之后呢 后人称这些食物跟美酒 为无山贡鹅 及贡污王酒 无山贡鹅 有一股淡淡的中药香味 它是把多种中药材 加进卤汁里头 煮上几个小时 而且这些卤鹅的老汁 是永不更换的 这样煮多久 这个要 两小时 两小时 每天大概煮多少次 两小时 现在就两百次 给两百次 来到合肥做客 如果没吃过共和等于是没来过 这老卤汁做出来的卤鹅呢 味道非凡 加上这些肥鹅 都是在没有污人的水域当中饲养的 肉质嫩滑 美味绝伦 一千多年来 尽未曾改变 至今还盛况依旧 接下来的战争美食呢 可跟朱元璋都有关联 首先把味觉转移到 黄山市的屯西老鸡 屯西老鸡上 有这么一家 高挂着旧家招牌的饼店 据传朱元璋 在贵州避难的时候 饥寒交过 曾在一股农家 吃下这种烧饼之后 精神大振 后来在南京称帝 仍然念念不忘当年的烧饼 就跟大臣说 贵州烧饼旧家有功 基于这样的典故呢 老板便以旧家为品牌 专买这种烧饼 传统的贵州烧饼 是以雪菜干跟肥腰肉为限 裹上面粉皮烤的 但是加上朱元璋的名号呢 这就吃出了文化的味道 另外一道战争美食 叫做贵州毛豆腐 则出自朱元璋的无心插柳 毛豆腐呢 因为经过发酵 长出一种白色的菌丝 加上在发酵过程当中 蛋白质被分解 成为多种氨基酸 味道自然比普通豆腐 要更为鲜美 真正的这个贵州毛豆腐的话呢 它是以这个毛为灰白色 而且这个比较长 它主要的是很好的 可以通过这种特性 可以看出我们的毛豆腐的好坏 传说那么朱元璋 当时来到我们这个 贵州遇难的时候呢 因为他赖于这个饥饿 他躲在一个寺庙里面 那么在这个寺庙里面呢 发现了几块这个几块这个豆腐 当时的话呢 因为他很耐于饥饿 但是他又不舍得吃 那么结果他就把这个毛豆腐呢 这个豆腐呢 然后就放在一边 然后又倒草盖到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他拿下这个毛倒草之后呢 发现这个豆腐呢 它已经长毛了 但是这个时候 他肚子很饿了 他给我感觉到 扔掉了很可惜 那么他松手的话呢 就起了用烫火 那么烧了一个铁架 然后放在铁锅上呢 一手油煎了一下 那么煎之后呢 发现这个味道呢 很香 那么拿起来这个 然后试过之后呢 觉得这个味道很好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毛豆腐呢 跟我们这个朱元璋来这个 徽州这个避纳 有很大的这个牵连 据说吃毛豆腐能够降低血脂 但并不是天天更能吃得到 它会裹下来 它会裹下来 对对对 在这个的话 这个毛豆腐它已经煎得很成功 很成熟 所以毛豆腐呢 它有季节性的 真的只有的话 这个我们一般到了这个 五月份 这个九月份之间 一般是不常来的 说起太平天国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毕竟它离我们的年代比较近 而且又充满不少传奇的故事 说到太平天国的发展过程呢 有两场关键性的战役 发生在安徽省境内 当时是一胜一败 但是最后那一败呢 可真是一败涂地 现在就来看看 关系着太平天国命运的 这场战役 在卢炬旋律的缭绕中 我们走进这一米之乡 三河古镇 它是一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镇 所谓的三河 指的是哪三河呢 由于千百年来河道变迁 和平变化等因素 它始终是众说纷纭的 念下这条贯穿全镇的小南河 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吧 流水向光阴自古流淌到今天 反照着老街骨巷的激励 然而这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吴楚两国便在这里交过手 最后是在西元前510年 由吴国名将吴子虚 率军击败储君 由于三河古镇 距离安博省省会合肥市的市中行 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当地交通本就十分便利 加上最近几年 旅游单位的特意打造 这里呢 早已成为合肥近郊 最佳的观光景点之一 在三河穿街走向 还甄别着一番情趣 这条紧紧能容艺人穿行的巷子 叫做艺人巷 它就是物理大师杨振宁 幼年进出家门的通道 顺着艺人巷走到底呢 推开左侧大门 便可以来到杨振宁的故居 杨振宁在赴北平就读中学之前 就是在这里生活成长跟学习 1954年杨振宁提出一个 足以跟广义相对论 相提应论的理论 这成为量子物理当中 最重要的理论金石 三年之后 他与李正道 共同推翻了爱因斯坦的 与称守恒定律 这项发现呢 荣获了诺贝尔的物理奖 不过在杨振宁之前 三河这一代所出的名人 多半是战功标柄的武将 例如在清末 这里呢就出了不少淮军的重要将领 其中最为熟知的人物 正是台湾的首任巡抚 刘明船 刘明船是中国第一位 引进西式装备 跟操练方式的将领 多次击败太平军 可以说是战无不胜 日出日落 楼起楼塌 三河城皇庙墙上 这块同志十二年所设立的 永远严禁开设烟馆聚众窝赌碑 反映的正是当年 马头林里 千家行列繁华所带来的奢华跟腐败 再来看看这道旧城墙 虽然是太平军击贵乡军 缔造三河大劫的胜利标志 但是这种开百姓无墙跟祖先墓碑 所组成的城墙 也暗示这样的政权呢 终将快速灭亡 当年战功显客 被洪秀泉封为英王的陈玉成 他的英王府很快就得到报应 被百姓拆了去盖房子了 这人王府外的繁华商家跟胎贩 就形成强烈对比 放肆的是这些商家 所强力推销的风纲陈酒 可是靠太平军捧红的 据说三河大劫当年 太平军的将领呢 原本还在犹豫 该不该迎战乡军 没想到这风纲陈酒一喝 豪气顿生一战成名 不过真正决定太平天国命令的地方 是在安庆 当年太平军在安庆跟乡军 对峙长达八年 我们试着在安庆市区里头 寻找太平军 封占安庆的历史痕迹 但是过程比想象还要困难得多 最后呢只要把希望寄托在 英王府的旧址 尽管有当地人带路 我们还是寻觅了很久 才来到这处称为 人家坡的地方 这里虽然只是一个小市集 但从招牌中 不是出现的王府两个字 我们独立没有找错地方 就在人家坡街47号这处地址 我们找到英王府的旧址 门口荒废的石骨上 威严的湿面浮雕 透露这150多年前的肃杀 还有这150多年来的沧桑 英王府 它是专门结构台梁式的建筑物 前面有正殿 后面有后殿 两侧还设了偏殿 原本是一座格局堂皇的 府邸建筑群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呢 英王府沦为李鸿章的宅地 后来经过几度易住 虽然轮破未变 旧貌一息 但仍演不住一百多年来的风雨沧桑 历史真相一阵风 来了走了 匆匆向落客 我们又能从战争的气势当中 体会到多少和平的阵地呢 在中国历史上 一千六百多次的战役来看 中国几乎是平均每两年 就会发生一次战争的 所以放眼中国历史呢 能够平静二十年以上的太平时期 实在是屈指可数的 不过从1988年之后 中国大陆改革以后呢 就没有再发生过什么大战争 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段太平日子 所以呢 大家应该更珍惜目前的生活才是 节目是一个的观赏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各位